在9月的巴黎车展中,宝马展出了其最新概念车Active Tour,一项强调动力与性能的宝马,以一曲强劲的舞蹈拉开Active Tour面式的序幕,显示动力依旧是这款宝马小型运动SUV的旋律。 这款车目前是针对欧洲市场,针对虽然开小型车,但需要更大空间,更注重驾驶舒适的人士。 在外面进行动力业、他们在 추子维地动的手术,移动地动一起走动和其他人。 所以这种意识越来自动车,这种高兴鹰的方式更好旋律。 他们使用高位置聋的位置,这是很大的威雅区。 长 宽 高 分别为171 72和61英寸的Active Tourer 比宝马一系并没有大很多 但升高的驾驶位 司机和乘客宽敞的空间 极可灵活延伸的行李箱 都是这款车内部装备中可圈可点的地方 另外 后座前方还配有简易旅行桌 可供用餐或使用电脑 尽显设计师的独具匠心 大大的全景天窗 只需一个按钮即可控制摄入车内的光线 也是Active Tourer的一个特色 Active Tourer的发布 对有近百年历史的宝马集团来说 意义非同寻常 它是一直以生产后轮驱动车而闻名的宝马 首次出品的前轮驱动车款 尽管仅仅几年前 这对宝马来说还是不可思议的 但面对节能要求非常苛刻的欧洲市场 有着精湛发动机技术的宝马公司 突破性的同时 以宝马最新1.5升三缸双涡轮发动机和前轮驱动 构造了这款Active Tourer的概念车 为了更高效的使用能源 三缸发动机还配以一个电动马达 所以Active Tourer实际是插入式油电混合动力系统 这套联合动力可给出190匹的马力 让这批小马军可在8秒之内完成百公里的加速 急速是每小时124英里 平均油耗据说可达每加轮94英里 宝马希望可在2013或2014年实现Active Tourer的量产